2024年是中国海事法院成立40周年 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 并于近期首次发布海事审判专题指导性案例 自1984年设立第一批海事法院以来 中国海事审判从无到有,由弱到强 成为中国涉案审判的闪亮名片 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介绍 中国海事法院已成为世界上受理海事案件数量最多 案件类型最丰富的国家,国际影响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与中国没有实际联系的案件当事人 主动选择中国海事法院管辖 彰显了中国海事司法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为什么在解决国际伤势海事纠纷时 越来越多案件当事人选择中国断案 多位相关领域专家在会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得益于中国海事法院司法实践活动的不断增多 和相关法律的不断健全 过去40年我们累计审判了50亿万件的海事司法的 这种各类纠纷案件 其中呢这个有8万件 事外我们扣押了1.2万艘各类的船舶 其中呢有1400艘是外轮 涉及到40个国家 目前我们出了自己的这样一些指导性案例 还有6个一个重要的海事司法的审判的案例 被这个联合国冒发会等国际组织 这个列为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分享的案例 也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 来证明或者说明 中国这个司法还是司法 得到国际社会的这样的一些认可 经过了40年的发展 那么我们形成了11家海事法院 那么对应着11家上诉审的高级人民法院 还有42个派出法庭 那么我们从这个法官的数量 海事案件的数量 还有这个管辖的海域等等 应该说在国际社会上呢 都是非常具有特色 具有影响 所以呢据我所知呢 很多其实这个域外的国家 也在考虑怎么来借鉴 我们中国的海事审判制度 我想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 那么中国的海事审判 本身就是中国社外法制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成为贸易大国 航运大国 包括我们的是造船大国 然后也可以说是港口大国和船运大国 其实这些发展得于 我们整个这个海事审判 40几年来的公平公正 高水平高水量的海事司法服务 应该说离不开他们的支持和保障 我也是在国际组织也兼职 也的确感受到这个刚才张经院长所提到 我们的最高法院 这个各个海事法院的法官 还是非常高水准的 专业水准很高 他们在国际立法里边 包括国内立法里边 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未来呢 希望我们的海事审判 能够有更好的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